就带您来关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跟前众志成员周婷共10个人 昨天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遭到港警逮捕 晚间传出黎智英可能交保或是不过到现在呢 还没有看到他人走出了这个香港警察署的这个状况 不过香港民众对于警方大局搜索苹果日报 侵害新闻自由的行为相当的不苟同 发起爆买挺苹果的活动 无数分分的报纸卖光 那么一传媒的股价连两天暴涨了11倍 警方逮捕了黎智英还搜索苹果日报的香港总部 这引发各国的炮轰 港府践踏香港的新闻自由 香港传媒现在也担心引发寒蝉效应 但是大陆外交部驻港公署立场还是很强硬 还说没有任何一种新闻自由可以凌驾法律 我上个星期宣布将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内的11名大陆级香港官员之后 彭博社就报道 美资花旗银行跟英资渣打银行 已经率先采取一些行动了 这位记者伟佳琪 使得香港最近不平静 中美的角力战 蓄乎又悄悄地升温了 而现在的战场更拉到了 全枪折战上面去 美国总统川普就认为这一次的拘捕行动是破坏香港的自治 限制了言论 甚至是限制了自由 所以他认为应该实施一些制裁行动 包括哪些针对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等的11名官员 不要制裁要从哪里下手 就从银行的账户做起 包括了像是西方世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跟英国的扎打银行 现在都寄出了相关措施 包括了暂停相关官员的账户 还有另一名禁止官员来开户 想要做这一些资金上的制裁 不过但你看到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怎么样来回应呢 他说反正我在美国也没有资产 我也不向往到美国去 所以你不发签证给我 那我就不要去就好了 至于另外一名被限制的官员 也是港中联盟的主任 他则是回应 他说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资产 这个制裁根本是白费劲 甚至还活力全开的反击 他说我还可以跟川普先生寄一百块的美元去 让他来冻结 免得都说我照顾没有钱 看来现在美中的角力战也已经升温到 全枪舌战的境界了 而雷晋英被捕的议题在香港网站论坛也热烈的发酵 也从论坛当中可以观察到香港民众的心声 再交给佳琪党们来观察 雷晋英都要逮捕 当然香港的网民也都很关注这一起拘捕的事件 在网路上的讨论都可以说是破表成为香港的大事 不过哪一些关键字成为香港网民热搜的关键呢 这段以来看到当然就包括了香港两个字以及香港人 这两个字现在在搜寻排行榜上可以说是前几名的 不过当然还要包括这一次呢 印发所有事件的港版的国安法 要怎么样反击现在似乎也成为香港人讨论的焦点 以及美国的态度现在都在热搜的范围里面 不过这一回被搜查的一传媒大楼旗下的苹果 更是网友讨论的关键点 不过大家看到了那其他相关贴文网友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包括了像是香港苹果日报的直播或者是贴文等等 可以看到了它贴文反应呢 如果按赞数是来到了23万的话 那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暗怒的数量 所以来到它的量倍来到了46万9 将近47万这样子的人数其实是不容小觑的 包括了香港苹果日报昨天发出的声明 强调他们还是会继续来出版隔天的报纸 让很多的网友纷纷来按赞 就可以知道这一回整体事件 香港网友的关注度到底是如何 不过呢不同的讨论区 当然不同的阵营看法也是两极 有没有共同点呢 再请佳琪带我们来看看 随着一传媒的创办人 李金都要逮捕 现在所有香港的焦点都放在这一期拘捕的活动上面 不过当然在网路上讨论度也是相当的高 尤其这一次牵涉到的是港版的国安法 也因此让不少的网民呢 是来搜寻跟讨论 当然就包括了制裁这两个字 而且呢还有这一回被逮捕的 就是香港的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他的绰号就叫肥老黎 因此呢也登上了这个搜寻的热度关键 不过但你看到了这一回香港 再加上美国的态度 当然也是网友搜寻的重点 不过可以看到呢 还有包括像是之前赌国也有爆料了 现在呢很有可能 苹果的员工各自都已经遭到了 大陆有新人士来外泄 也因此登上了热搜吧 从这一些关键字不难看得出来 现在所有香港人的焦点 无非在网路上都锁定在了 这一起拘捕行动上面 而昨天包括黎智英等10人 被因为国安法逮捕 他们可能犯下哪些罪名 以及刑期会有多久 再交给佳琪我们这里 打着港版国安法之名 这一回香港警方大动作逮捕10个人 不过这10个人被以什么样的罪名来逮捕 我们就一起带你来看到 首先带你看到的是 这一回讨论度最高的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 他是被以勾结欺诈 跟煽动三个罪名来逮捕 而其中呢 包括他的财务总裁 也被以勾结跟欺诈两样罪名 遭到香港警方带走 剩下的包括像是他的行政总裁 行政总监跟动画总经理 都被以串谋欺诈来带走 至于他的儿子也没有幸免 长子黎建恩呢 也是串谋欺诈这样的罪名 遭到了逮捕 至于刺子黎耀恩呢 则是勾结 危害国安 不过其实这一回 不止一传媒的人士 遭到了警方押走 包括了像是学运的人士 像是有香港学运女神 之称的周婷 也被勾结 危害国安 带走了 以及两个比较知名的 像是民间组织成员 李雨萱 还有前学民 思潮成员李宗泽 他们也都是说 勾结外国蓄力 来危害国安 现在遭到了警方的调查 甚至呢 这个国务院的港澳办 更大喊 李志英就是 反中烂港的代表性人物 还受到这样的重话 此话不除 恐怕以后 香港就不得安宁 也因此才会有 这一次的行动 不过这样的说法 能不能被香港民众所接受 恐怕有的公平 好 继续要带您来看 美国国务院呢 宣布扩大进网计划 呼吁要下架 抖音海外版 还有微信 这些有可能 威胁到隐私的城市 那么对抖音母公司 字节跳动 下达最后通牒 除非抖音呢 在9月15号之前出售 否则的话 就会封杀 专家其实就指出 这项政策呢 是美国政府趁机 以牙还牙 要让美国的平台 也进到大陆 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 也让中美贸易战 延伸成为科技战 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 已经破2000万了 而在距离台湾 大概三小时左右 飞行时间的地方 像是日本啊 南韩 菲律宾等地呢 现在疫情都还在 持续的攀升中 那么台湾解封之后 出现报复性的旅游 加上现在又是暑假 到处都是人 也难免让专家学者担忧 其实这样不利于防疫 除外游玩要多注意了 有一种叫做皮虫的寄生虫 常常植服在草虫 它会寄生在人体皮肤 吸血后传染疾病 而且这类疾病 称为发热血 小板减少综合症 有15%的致死率 提供给您晚间的最新消息 前香港众志和新成员周庭 晚间也可能交保获释 那么周庭的脸书小编表示 他的律师团队也已经在帮他 处理保释程序了 渴望在今晚获得交保 交给资深记者林鸿宜 带我们来掌握 好 刚才这个消息就是 好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 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 而继续带您来关注 就是肺炎疫情 在2020上半年 改变了全球消费市场 过去在金融危机 不受影响的高收入族群 这回似乎也因为 疫情的不确定性 对于花钱更谨慎了 疫情时代的消费市场 说讲求CP值 更关注的是VP值 VP值是怎么样的消费概念 我们继续来看看 单车王国各种款式 价位的单车 几乎通通都买得到 但是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四位事业有成的大老板 因为对单车运动的热爱 他们合资开了一家单车行 可是为什么他们锁定的是 最高端的高价单车市场 而且意外的受到欢迎呢 反而还成为了 单车界的热门据点 一起来看看 现在滴滴滴的时代 热情涌入房市 7月买卖移转动数 显著的提升 市场普遍看好下半年的表现 对于首购族来说 20年来新低的房贷利率 再加上银行纷纷放宽贷款的乘数 似乎都让买房变得更容易 目前呢 确实是转租为买的好时机吗 我们赶快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好健康的话题 我们再来看 说到了脊椎侧丸 很多人经常坐着的时候 会翘脚啊 拖着下巴久坐 其实这是现在 很多人常见的生活形态 当你只有坐30分钟 建议最好起来走动一下 另外如果低头看手机 会使这个颈椎往前的力量比较大 受力比较多 班中午也千万不要用腰的力量 北荣谷科部的主治医师呢 就表示说 原发性的脊椎侧弯 有八成发生是没有原因的 通常是照了X光才发现 角度已经超过了10度以上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面对民众上街抗议 握有行政权的总理 现在率领内阁向总统请辞 不过民众依旧很不满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